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啦 嗨 学校长家 你好 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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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她是专门认证精品饭店跟美赚 就像你认识的米其林是一样的意思 那今天我们帮你安排的是一个好运房 You are so lucky 天哪 太幸运了吧 还有好运房 所以今年好运要一飞冲天了 那我们要发财了 洛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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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运房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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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詩詩這邊就是我要帶你進入的好運房 進來看一下 也太漂亮了吧 這麼近 很驚人耶 妳有沒有看到這邊的景色 有 好漂亮喔 我的天啊 然後這裡外面還有一個很漂亮的陽台 我們這邊原本是叫湖冰套房 但是後面就是有基於明星藝人去年來住了之後 他們就想要還第三台終於懷到了 所以除了很幸運之外呢 又有帶來這個懷孕的好事這樣 那有兩種好運 那詩詩我想請問一下妳現在是單身嗎 我現在是單身 妳現在是單身 等妳脫單之後我想說妳可以帶妳男朋友來這邊滾個床 妳覺得怎麼樣 帶男朋友來這邊滾個床 整個泡房裡面最大的戶外陽台是非常的浪漫的 妳的女朋友來這邊滾個床 妳的女朋友來這邊滾個床 妳的男朋友來這邊滾個床 妳的男朋友來這裡滾個床 房間內大片的落地窗 將湖面毅染無異的景色 帶進房間 說真的 光是看著這片湖景 就已經讓人放慢步調 整個身心都放鬆了 累積的負能量 也彷彿被鏡空一樣喔 你們看這個景 是不是很厲害 將近180度的山景 還有湖景耶 而且運氣好的話 還可以看到鴨子在上面 游過去喔 那邊還可以看得到魚 哇 是不是很棒 來到這裡 只要整個人都被療癒了 好 我接下來 就要在我的房間裡面 享用下午茶了 其實飯店是有提供 下午茶給入住的旅客 那享用下午茶的地點 就在首樣餐廳 而且首樣餐廳 它的景跟這裡 是完全不一樣的角度 可以欣賞這片湖景 但是你們也知道 我一個人在房間裡 都想這片 將近180度的湖景跟山景 我怎麼捨得離開這個房間呢 馬上就要來進行 我的下午茶時間啦 耶 這趟療癒身心靈之旅 怎麼可以錯過SPA呢 你們說是不是 你們看我已經換好了 動作很快有沒有 當然就是要透過方療 來好好縮展一下 平時工作的辛勞啊 焦慮啦 還有壓力等等的 聽說這家飯店自創的SPA 是以身心學為核心理念 到底跟一般的SPA 有什麼不同呢 趕快來了解一下 哈囉 你好 你好 歡迎來到大學SPA 那今天呢 要透過我們的五行精油 然後讓您進行精油抓周的部分 來選出最適合當下身體適合的精油 對 那我們的精油按照五行設計 分成木 火 土 金 水 那這五支精油呢 分別對應我們人的十二條經絡 對 那等一下呢 邀請您跟我們一起 先慢慢的閉上眼睛 然後我們做幾次的深呼吸 我們在吸氣還有吐氣的時候 可以讓我們的身體跟心 慢慢回到比較平衡的狀態 那等到您準備好了之後 再把手往前伸出來 放到我們的這個盒子裡面 可以每一支精油都摸摸看 然後拿出一支您最有感覺的 好的 那今天您抽到的這支精油 就是水精油 那先讓您聞一下味道 可以先聞看看 水精油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這個五行的板子 水精油的話它比較針對的是 腎精跟膀胱精 對 那就主要就是 會跟我們的水分循環 淋巴循環會比較有關係一點點 那如果容易水腫的話是不是很適合 對 蠻適合的 太黑車了吧 因為我們水精油裡面可以看一下它的成分 就是它有三種樹木類的精油 對 像是大西洋雪松 杜松 然後跟我們的歐洲刺松 對 然後我們這種就是樹木類的精油啊 它都是從樹幹去做萃取 那樹幹本身呢就是我們樹在幫我們輸送水分 養分的地方 對 所以用這個就是植物的原理放到這個精油裡面 它的話是可以幫我們推動我們的循環的 那或者是說像有些人可能平常睡眠睡了很久很久 那起來之後還是很累 有可能就是身體裡面停滯了沒有再流動 有這樣的情況的話也蠻推薦可以使用這支精油 所以我抽到這個我等一下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對不對 對 我們等一下呢就會用在我們房間的熏箱 還有我們的按摩油裡面 好 這裡還是日本男神木村拓哉 他拍攝台灣觀光宣傳片的地點喔 哇 日本男神都來了 我們怎麼能夠錯過呢 趕快去看看 走 今天您抽到的這支精油是水精油 水精油的話它比較針對的是腎精跟膀胱精 那如果容易水腫的話是很適合的 對 蠻適合的 我也太會抽了吧 所以我抽到這個我等一下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對不對 對 我們等一下呢就會用在我們房間的熏箱 還有我們的按摩油裡面 好 謝謝 謝謝 十多 chemistry 四孔 八 x 三 十四孔 我剛剛已經做完SPA了 我現在真的覺得我整個人好輕盈喔 因為我剛剛選的那個精油它不是就是可以消水腫嗎 所以我覺得我身體那個水腫其實都有被消掉 有沒有感覺輕薄一點了 而且剛剛那個方療師他在按的過程當中 他是有用力的耶 不要看他這樣子柔柔弱的喔 沒有手勁還是有點強的 他完全可以把就是比如說肩膀啊 肩頸這邊覺得很痠痛的地方完全幫你疏通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剛剛正在做SPA的過程當中睡著了 就知道這個SPA有多舒服了吧 今天也太幸福了吧 好享受喔 剛剛身體被療癒了 現在換心靈也要好好的療癒一下啦 緊接著我要參加的就是這裡獨有的生活儀式 這個生活儀式呢就是強調在特定的時間內只做一件單純的事 而且最重要的是這裡還是日本男神木村拓哉 他拍攝台灣觀光宣傳片的地點喔 哇 日本男神都來了 我們怎麼能夠錯過呢 趕快去看一看 走 我們就趕快去看 我們就一個找到一個隊友 一個人頭的巴掌 會有的 不推銷 我們從跳到半個三頭的地點 invece使我們做到這個小時 我們去見一個人頭的這些事情 我們來看哪一個人頭的水面 我們來玩 我們來玩 這個時候 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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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想刚刚透过这两段生活仪式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 现在感受到就是心里非常的平静 因为其实这两段生活仪式 首先第一段呢 大家在他们两个送播的过程当中 是完全没有任何对话的耶 然后透过一来一往的送播 两个人有点像是互相的一个回应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段演出 然后在那个送播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在 洗涤我们那种心灵的感觉 就像如果你心灵上 其实有一些杂质 或是一些不开心啊 不快爱的成分 其实在那个送播的过程当中 它完全就把它代谢掉了 因为它不仅没有人声的对话 它也没有任何的配乐 你就只是静静的享受 现场那个大自然的声音 包含有水流声 包含有夏天嘛 虫鸣鸟叫的声音 然后那个送播这样子 你就觉得哇 心里真的好平静哦 然后接着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那个鼓声跟那个螺声 哇 一开始想说哇哪来的声音啊 然后两边开始这样一个相呼应 在山谷之间回荡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来到现场 你没有办法有那种 很清零现场那种 那种声音的感受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一踏进这间饭店 你就会觉得整个人的步调 就慢下来了 然后享受在这个大自然的世界里面 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除了有这个静心之外 就是把心灵上的一些杂质代谢掉之外 还有心静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饭店将艺术融入生活的用心 饭店内的摆设艺术品更为国宝同志艺术家 吴宗林大师的作品哦 不仅仅可以感受到大师将宁静声响 转换成无限的雕塑艺术外 更是让旅客进到这个空间 就能够感受到慢活的美好 饭店还将仪式感延续到晚餐的饗宴当中哦 在身心都被疗愈之后 肚子也是有点饿了啦 好 接下来呢 就要疗愈一下我的肠胃了 看一下 这么多满足的美食 是的 这间饭店呢 它提供的是一泊四食 也就是说当你踏进这间饭店 到你离开之前 我跟你讲肚子都会是包包固固的哦 那这家餐厅呢 比较特别的是 晚餐他们使用的都是非常天然 而且健康的食材 你们看 这么这么多 我一个人真的可以吃得完吗 还有一道 还有 还有 还有想要了解哪一道菜 我可以随时帮你 不是想说好看就每一道都介绍一下 那这个的话 这一道菜也很有趣 它是我们是用 虾酱来做的一个义大利面的感觉 那使用的面体是珍珠面 撒定义珍珠面 你是说这个下面是义大利面吗 对 我刚以为那是玉米耶 在身心都被疗愈之后 肚子也是有点饿了啦 好 接下来就要疗愈一下我的肠胃咯 看一下这么这么多满足的美食 是的 这间饭店它提供的是一泊四食 也就是说当你踏进这间饭店 到你离开之前 我跟你讲肚子都会是包包固固的 那这家餐厅呢 比较特别的是 晚餐它们使用的都是非常天然 而且健康的食材 你们看这么这么多 我一个人真的可以吃得完吗 这是我们烟熏过的牛小牌 那主餐的部分 这里看就是主厨 对 主厨长很帅 然后这个 我们是用烟熏的 那其实当初会这样设计 其实是因为乌来这边 有很多的树 树林 棺木林 湖泊 那我们就想要用天然的方式 然后去营造这个自然的氛围 所以有点用在地的一些蔬菜 来做搭乘这样子 这画面好好看 我想拍张照 可以先拍吧 可以可以 谢谢主厨 谢谢 谢谢 哇 你们这么多不同的这个 食物放在桌上 可不可以请主厨 也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啊 好啊 第一道 第一道开始介绍起来 那第一道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用北海岸的腌制虾 然后一些台湾的海鲜 然后自己做的米片 它其实会有一点酸甜 然后脆口的感觉 会很开胃 很适合夏天这样子 像这道的话是我们主推的熏龙鱼牌 我们用的是红椒酱的做法 然后搭配在地的熏龙鱼 跟原住民这边常使用到的槟榔花 那我们用不一样的调理方式 让我们的食物 餐盘很在地 但是也可以很国际这样子 哦 对啊 好 那我先来试试看 你说这个是招牌对不对 对 我们福山冷圈的熏龙鱼这样子 熏龙鱼搭配上面这个是槟榔花 对 上面这个是槟榔花 那下面的话是松脂红椒酱 好 那鱼 外皮很酥脆 对 重点是咬下去里面好软嫩哦 是 我很喜欢这种鱼的口感 而且这种鱼它完全吃起来 是没有任何的土味的 没错没错 因为冷圈的熏龙鱼 它的养殖场域是非常干净的 而且重点是你说下面这个酱是 松脂红椒酱 松脂红椒酱 我觉得很香很特别 因为一般比较不会想到 鱼会搭配像这样的一个酱料 对 我们是用比较欧陆菜的手法 然后用在地的食材去做结合这样子 那你还要想要了解哪一道菜 我可以随时帮你 做出长度好看就每一道都介绍一下 那这个的话这一道菜也很有趣 它是我们是用虾酱来做的一个 意大利面的感觉 那食用的面体是珍珠面 萨丁尼珍珠面 你是说这个下面是意大利面吗 对 它是意大利面的面体 我刚刚以为那是玉米 对啊 我们喜欢跳脱一点 让食材变得更活泼 但是完全看不出来 然后上面使用的是在地的西虾 然后去做一个搭配 所以你在吃酱的同时 又可以吃到虾子西虾的一种 特别甲壳的香气 对 那这个呢 这个的话它是竹鸡 那竹鸡的部分的话 其实它在乌来当地是 当地居民原住民的日常 就是我们会觉得 我们可以把可能欧如菜或西餐 也可以玩得很在地 那这样的做法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蔬菜的部分的话 我们都是使用当地的蔬菜 包含这边小浓重的角白笋 手指萝卜 然后丝瓜 对 因为现在也是丝瓜季节这样子 对啊 蛮有趣的 所以可以看到桌上其实有非常多的食材 都是乌来这边在地的 对 我们是主打使用在地食材 但是我们可以用个人国际的手法来做搭配 对啊 谢谢主厨 谢谢 接下来试试看别道 它说这一个虾子 跟上面这个米饼吃起来有一点点脆脆的 它中间还有这一个 还有酱 这一道海味好可以喔 它那个虾咬下去 非常的那种到入口 然后咬个几下 它带有一点点那种嚼劲感 吃下去呢 你会觉得它完全可以融化在你的嘴里 很难想象吧 你会觉得哇 搭在一起 很搭配耶 没有想到说虾子可以搭配米饼这样配在一起 接下来我要试试看别道了 刚刚主厨有特别说 是不是乍看会以为它是玉米 它竟然不是玉米 它是意大利面 太特别了 它就是面 一颗一颗的面 可是它很特别的是它外面那一层皮咬下去 有玉米皮的感觉 但是咬到里面呢你会觉得 喔 这就是意大利面的口感 但是它不是一条那种意大利面喔 它是一小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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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觉得咀嚼起来呢其实每一口 你可以吃到更多它调料那个酱汁的味道 嗯 更丰富 这个呢是酥肥的 加一点酱 酥肥的伊比利猪 嗯 这个猪肉太好吃了吧 你看 我跟你们说这个猪肉 今天它可以 它完全非常有嫩感 帶有嚼勁感 但重点上也要是它有一点汁 而且完全没有那种 猪肉的猪肉味 你知道有些猪肉有那种 比较强的猪肉味 它完全没有 很香耶 搭配这个酱不得了了 攝影师在擦口水了 很厉害 推荐给大家 主厨省用天然当地当季的食材 以不过度调味 以及搭配法式的烹饪手法 让你吃大餐之余 还能够吃得健康 菜色还会随着季节有不同的变化 每一道都可以吃得出用心 还有惊喜 所以整天下来 整个身心灵都被满足了 晚上独占房间里的泡汤池 让乌来地区的碳酸氢纳温泉 把我的肌肤光滑度加分再加分 放轻松 睡个好觉 一觉醒来又能够看到 如此清澈的景色 人生也太美好了吧 感谢这一趟亲生之旅 让我可以切断所有的负能量 重新充饱店再出发 谢谢